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栏解说三国沙国战 本期我们做理点小合集的下期是直播过程中产生的理点录像的后半部分 后半部分相对来说卫国人就比较少一点 更多的体现是理点单打独斗的能力 好,我们不讲废话,直接进入今天的录像 首先我们推荐给大家一个组合是理点章聊 理点章聊这个武将是拥有特殊的使用技巧的 就是他可以同时使用寻寻和突袭 然后就可以把自己玩成一个小关心 一会给大家讲一下用到的地方 游戏也是进行的比较漫长,打了30分钟 那我们前期的一个地方可以稍微放快一点 以一个还是四倍速吧 感觉八倍速的话画质会出现一点问题 所以以后我们的录像最快也就以用四倍速来放 就控制在四倍速 八倍速的话整个游戏的画质会有点问题 一个九火鲨带飞这个小桥是吧 结果把自己带飞了 还好有桃那样状态还可以 等于只损了一血 前面都是很正常的行为 没有什么奇怪的 但赶宁表示忍不了 你打我我就拆你 我看这个情况 由于前面开过A 卖血的人比较少 也说厂商的卫国人并不是很多 所以这是一个不适合卫国开团的集 既然不适合卫国开团 那李典张聊到就应该默默的藏下去 就跟我们之前上一集的录像讲的很不一样了 就你要判断什么样的局面适合卫国开团 什么样的局面不适合卫国开团 当有人开AOE 场上卖血的人很少的时候 就不适合卫国出来浪 对吧 还有就是场上四血武将 很多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也不太适合卫国人出来 就是因为即便那些四血武将里面 有你卫国的人 但我们知道卫国的四血武将都比较弱 什么夏侯敦 什么奇奇怪怪的红桃邓爱 对这种东西 四血武将就张聊比较强对吧 还有什么脏霸这种东西 不知道用来干嘛的 三个无 这边为了防止这个甘宁一会再来拆它 孙权也是裹弹量出来了 这样避免误伤 那既然你们三个无国站起来了 那我就要代表卫国出来了 对吧 突袭一下 贴冰凉 这里呢就是空了下架的一个冰凉判定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这张方片的简易码 是我之前空的啊 这是空了下架冰凉 因为下架也跳过5 所以我直接空了下架冰凉 然后自己使用突袭 这就是寻寻和突袭的一个小配合 可以有一个小关心啊 游戏画像进行的比较快 但是大家应该仔细回忆一下就知道了啊 这张简易码呢 其实是之前我关我这个通过寻寻而关心的对吧 把他放在牌子顶 然后自己发动突袭 这样的话就可以给牌给吕魔 然后这里呢就可以自己动一下 因为牌比较好 直接一波九雷杀 我觉得这样打出去吴国应该差不多了 所以我来要克一下吕布啊 想弄一下吕布 带走两个吴国 那我觉得可以压一下吕布了 这没带走 没带走呢 依然要压 看看吕布这边天过 其实当时我心里很慌啊 还好他继续打吴 因为吴有人数优势 然后弃了两张杀 没有杀我还是挺好的 吕布还是挺给我面子啊 要杀我两刀我还是挺难受的 这个暗将呢也表了一个飞群熊 那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队友 反正他表了一个飞群 甘宁一看这个吕布好欺负 突袭 直接就杀 就不给牌了啊 空了吕布的基本牌 吕布去压暗将 这也没问题 我们来看看暗将到底什么鬼呢 目前还没看出来 好吕布再见 杀我就给他牌 没关系 自己拿闪 保证自己的防御 这个暗将呢 开始去杀小桥弹我 平凡的这么做 那我觉得可能不是卫国人了 那有可能是一个蜀国人 因为他打了这个群熊 也打了这个吴国 现在呢感觉又不太在乎我的样子 而且如果是卫国 肯定就直接亮将了 对吧 所以他只能是一个蜀国啊 就是个大老鼠 还是寻寻去找牌 然后杀这个四号啊 把他杀出来 让他亮将 对吧 关羽也是果断亮将了 关羽亮将呢 小桥也知道去压这个关羽 毕竟关羽前前面那么猥琐 一直按着打他 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消息 这样关羽死亡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入单挑了 进单挑小桥徐胜是有过牌的 但是我们这个张辽的突袭 以及离点的寻寻都是有牌插的 好拿下无中 顺手 过拆啊 这样一杀 一个闪一个无蟹 来保证自己毁坏的防御 关键时候呢 去找一下桃子啊 无懈可击呢只用来打伤害啊 这现在是狗活要紧 怎么能狗活就怎么好 好这样压他一点血线 留一张闪 好控了小桥的牌 好啊这里就不用顺了 因为小桥两牌顺了之后 你也不能去打他 好远交进攻 依然是不出杀啊 找机会呢 一突袭一顺手把他打光 小桥现在就有点丧心病狂了 对吧 就很丧心病狂了 那我们直接一个关心 啊 不一个寻寻啊 我总是说能关心啊 一刀再见 这个小桥是最后丧心病狂了 当然他本身单挑这个离点呢 其实是没有这个迎面的 我觉得 因为离点的一个过牌量 是大于小桥徐胜的过牌量的 就离点每次都是 恒定看四张牌 选两张牌 小桥这个徐胜呢 他只能是额外过一张牌 所以这样是比不过离点的 好 这是第一局 嗯 展示了离点张聊 如何把群群玩成小关心啊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局啊 第二局我们选择了一个离点虚幌 离点虚幌的一个搭配呢 是如果离点过了一轮牌之后 是可以把所有的黑牌 进行一个大的利用啊 其实有点类似离点张合这种东西 总是就是说把离点的过牌 然后去进行更过多的利用 离点张合呢 他不是说把它用出去 而是存起来 而离点虚幌呢 就是把它当成冰凉用出去 都是挺好的 好 游戏呢 依然是进行了34分钟 也是比较漫长 我们一样以四倍数来看 起手AOE场上卖血人比较少 那么这局又是一个 卫国人相对不多的一个局面 所以呢 作为我们这个离点 就要相对来说稳妥一点 但是我们手里有AOE稳妥不起来呀 那谁也不能阻止我体内的洪荒之力啊 想浪就得浪 但是依然是没队友对吧 没队友那怎么办呢 早点加一码呗 冰起来呗 把不是队友的全都冰上啊 然后两张武器一张闪 保证自己的防御 由于是直播嘛 我们做的视频呢 其实都是直播时候产生的录像 该浪就浪啊 我直播呢也是比较追求节目效果 不希望太猥琐 太猥琐有时候也不好看 那这局AOE开出来之后呢 发现确实卫国人特别少 感觉我就跟独苗一样啊 也许会有隐藏的那种 就是不愿意卖血的胃 不知道在哪里啊 下加由于对我打压比较狠 所以我的捡一码也是果断扔 加一码果断扔出去 因为他只要一张杀 也是可以把我加一码射掉的 所以你不冰是亏的 被他射不如自己主动冰出去啊 就是你喜欢自己脱衣服 还是喜欢别人脱你衣服啊 是吧 好像说的有点不合理啊 这个比喻 好 继续打一张无懈可击出来 找桃 联弩 继续揍 冰出去啊 白银狮子赚一滴血 被他顺到一颗桃子有点亏啊 吕蒙孙策亮起来呢 让吴国会有一定的嘲讽 希望他们能够去压一下 这个吴国的两个绿绿的东西啊 打孙策啊 我们的江东小白板 前两天呢 直播的时候国家 别人给我讲个笑话 说说那个 最难 你这个提到麻将 你会想到三国沙哪个物价 然后我说不知道啊 不知道你这什么意思 他们说那肯定是孙策啊 因为白板嘛 好吧 孙笨啊 对吧 一个冷笑话 也是黑的可以 然后这里呢 还是AOE啊 AOE啊 我们有一波顺手 还是挺不错的呢 拿到顺手之后 孙策连无中都不敢拿 果断让给吕蒙 当然跟吕蒙也是对的 因为吕蒙可以把无中继续存牌存出来 又有这个加一马和万剑齐发了 看看能不能爆发一波 又有顺手了 哇 好多杀 好 继续干 先用黑鲨过牌 南蛮武清再走一波 看看有没有机会再找一个负一马 能找出来吗 找不出来算了 继续 最后来将火杀 再来 再来火杀 那这一波呢 虽然没能打出去 但是呢 输出还是挺高的 李点这个连弩呢 一直没有被别人给解决掉 所以还是一个好消息 这样呢 增加了这个李点的后续的能力 只要有连弩就有梦想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啊 继续一个过拆 过拆果断打无限 为了保护我的连弩 就这个连弩是我的翻盘点 这个暗将要去惹文丑 文丑不开心了 对不对 那起飞应该是个吴 否则不会这么去搞暗将 只有吴国才有这个信心 对吧 那达到一个吴国之后呢 吴国还有两个人 而且还有一个吕蒙香 那反正呢 魏国现在是没嘲讽的 因为我是没队友的 对吧 那我们就继续用连弩来打爆发就好了 好直接 就雷杀 好死 还没死 那继续过牌 再来 那还是没能弄死 而且孙策有六张牌了 这挺烦 孙策这个武将呢 对红杀有一定免疫 还是很厉害 当然如果不是周太太 也就死了一百年了 好继续暗将呢 再压制这个孙上香 没问题 终于有一个人来针对我了 针对我没关系 针对我 我会记住你的 一会儿我再针对你就是了 又有一个人针对我 看到没有 这都不是魏 常常我是个独明 还好有人给我打了张无懈可击 这关键一轮我能够出来 这一点很重要 先红杀解决上家 解决上面两个人 谁惹我你先死 这个蜀国的人真是不甘寂寞 吴国打吴国打得好好的 非要来打位 那我就直接把你蜀国人给代飞 而且把你打残 让你呀这个不好好看戏 好带飞 蜀国去动了一下理点 然后呢就再见了 对吧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轻易不要惹带有连弩的理点 你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好继续 又有万箭齐发和远郊进攻了 好死 先用黑沙 再用黑沙 两刀 抵不住 天乐 来看看暗将是不是队友啊 暗将之前是给我打了一个无懈可击的 那果然是队友 那很不错 这个真击也是很能藏啊 真击也是很能藏 一直让我在一线战斗 不过他最最厉害的就是给我打了一个无懈可击 使我的乐不思蜀能够得到解脱 这是我们本局游戏制成的关键 当然本局游戏最关键的就是这个连弩 能够一直存在理点的手里啊 游戏进行了12轮啊 这个理点的连弩就没有离开过身上 对吧 所以赢了也是理所当然的 好这是第12轮了啊 理点的连弩依然在身上 这一轮结束呢 一波落神决斗啊 双决斗 那就是投降的节奏啊 希望大家喜欢这样一句视频 看下一个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真击理点啊 真击理点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组合 可以通过落神来过到紧张牌 来增加来额外再次过牌 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本期视频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不再是什么什么理点带节奏开团的碾压局了 而都是最多也就只有两个位 理点从头到尾战斗战斗到最后获胜的局 希望大家都能够应该要比之前的那一个上半部视频有一些更有观赏性 飞哥依然是抑制不了体内的洪荒之力啊 起手就亮将了 而且带了一个爆牙哥 一个嘴巴朝左一个嘴巴朝右啊 也是熏的要死 盖哥表示 看看谁更牛啊 你敢惹我 我可是一个天生能够苦出弩的黄盖 听说你有两条命先死一条再说 当然黄盖这种行为其实是很亏的啊 你的牌太多了 因为你只能打到他一条命 并不能把他这个人解决掉 出红杀 把头出来了 又有AOE感觉场上没有胃啊 那怎么办 低调吧 不过这里出了一个铁锁连环 那就不能低调了 如果我们找到火攻 远较军工找到火攻的话 就可以打一波输出了 本身是应该低调的 但是上加有一个铁锁连环 给了我们一个收人头的机会 而且是收两个人头 那作为人头果的我 那是忍不住啊 果断来一刀啊 是吧 直接是过牌找到火攻啊 一波火攻 代飞黄盖 代飞华佗 不好意思 你们的出场时间已经结束了啊 该你们下场了 轮到李典了 对吧 他们前面打的 打的轰轰烈烈啊 只不过是李典的几张人头牌 好 上加 五号位又表了一个飞位 而且是个铁锁 这边蜀国亮出来 九杀我 给你过牌 好 两个蜀国 那么这样应该会有人给我打不屑 毕竟人多啊 人多就是嘲讽 让你们人多 流沙流闪 流张沙来反个南蛮 说南蛮南蛮到 周瑜来了 周瑜一个决斗砸脚啊 这个张飞也是特别的骚啊 一个是他有这个 咆哮 二一个他就是觉得自己 一会儿如果有距离可以继续爆发 所以南蛮的时候没出沙 导致周瑜决斗砸脚 这也是很有想法 无中生有 以一代劳 解开自己铁锁 连上了这个张飞 好一个阴魂给我过到了一颗桃子 这一点很关键 然后我们的神铁锁也是预测了排队啊 果然动电 那这样飞哥解决掉了之后呢 还剩下两个蜀国 一个群雄 一个无 以及我这个独瞄的真机理点 南蛮果断过牌啊 这个贾许突然之间中了九杀 然后还是个张角 是个有闪的张角 网络不好 不要玩三国杀 这是一个网络不好的玩家 就这么被杀死了 又进入二打二 九火杀 这边我一个桃子救起来 周瑜也是一个桃把我点起来 为了避免 他自己一个人打两个人肯定是心虚的 所以肯定也会救我 对吧 那我们继续呢 去打这个梦祸把距离拆了就行了 杀一刀就可以了 留下两张杀 可作杀 也可作闪用 这里再一次阴魂我 所以周瑜呢 等于是救了我一次 给我打了一张无蟹 然后又阴魂了我一次 还是对我非常好的 不过进入残局了 对于我来说 现在一个想法就很简单 我要把周瑜打死 当时直播的时候呢 大家也是说这个最难啊 真是无情对吧 用四个字来形容 叫做拔鸟无情 拿一个借刀和一张桃子 可以回血线 同时如果借刀射了加一码呢 我就可以一刀把周瑜解决掉 这个地方 其实我从这个录像里面看到 我也一直在想要不要这个借刀 这个时候要不要收周瑜 就想了很久觉得 这个时候把周瑜收掉的话 应该是一个稳赢局 就真机里点的一个防御力 包括一个过牌性 是绝对能够很轻松打赢 魏妍赵云的 所以不好意思周瑜 你救了我 我要杀你 这就是你的价值 为我而牺牲 那进入单挑呢 可想而知 肯定是我赢了 对吧 你们自己看看这个武将的强度 就明白了 这也是那个地方 我在纠结的原因 就是说一张无蟹 还是一张借刀 到底一张牌更好 借刀的话 如果成功诱使这个魏妍 去射掉加一码的话 我们是可以打入单挑局的 如果魏妍犯错 如果一张无蟹呢 是可以可能会造成这个 周瑜和魏妍 两个人一起打真击 所以这一点是不好的 所以果断选择了借刀 犹豫了再三选择借刀 其实单挑也没有什么可看的了 你可以看到魏妍赵云一点 连这个真击的防御都打不穿 而真击的一个雌雄剑过牌 一个寻寻的过牌 其实刚才那个抉择是带有风险的 就魏妍如果是不去射这个马 那周瑜反手就会去阴魂魏妍 或者是阴魂我丢牌来打我 所以那也是赢的也是比较险吧 我觉得 好一拆一雌雄再见 但是关键时候就看你怎么抉择 只要你最后的抉择为你带来胜利 那就说明当时你的抉择是正确的 好我们再来看一集真击理点的录像 这一次呢 我们是在一个二号位前置位的真击理点 张和首亮 觉得魏国可以开团 那我果断的是给他卖 但是就我一个人卖血 别人不卖血 那我觉得瞬间又觉得有点虚了 可能本局就只有两个位了 乐了一个三血不卖的没有问题 我去连这些铁锁 连这些三血不卖的人 这里不打假许的原因是怕假许有张角 而且去杀假许意义很小 假许这个武将的防御力是很高的 当你手上没有足够的爆发的时候 你去惹他呢其实不太好 去惹这些三血不卖 而且是中乐的人 是有比较大的收益的 这样他的乐不思数会产生大量的气牌 这样的气牌就是你卫国集团的收益 陆迅和吕蒙 这个四害之二集在一起了 继续落神 一张决斗 是个周泰 给他过了一张牌 这样瞬间呢战胜了两个五国 但是貂蝉呢还是在离见这个夏侯敦 这一点没错的 因为夏侯敦他就相当于一个炮台 有这个隔山打牛的效果 离见夏侯敦 夏侯敦去刚烈无国 就是同时打两个国家 最貂蝉来说是非常开心的 这个时候夏侯敦 这张盒也是非常聪明 知道本局游戏的核心是真机 所以果弹把所有的装备都给了真机 而不是保护自己 这一点就说明 他的大局观是不错的 如果给自己他死了之后 这些装备就没用了 所以在他有限的生命里 为真机做出更大的贡献 那我现在是 为什么我又不去打吴国的原因 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八号位暗将在控张盒 那暗将呢 现在就是牌也少 而且容易被打死 所以先把暗将打死 如果暗将是吴 那我们就赚大了 嘣是个空城 那很惨 这边呢 孙上香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是临时有事放弃游戏 这个九杀空城 也是把我坑得要死 对吧 还好弄死了一个人 进入小三局 一刀 完杀掉了张盒 张盒死之前 把连弩和负一马 送给了真机 还是很不错的 其他人都不是魏 可以看到魏国 其实阵亡的也挺快的 有五谷 杀一刀 开五谷 抢逃 现在没有闪了 一刀九杀 涅槃没关系 涅槃继续 继续报 两个桃子 看了一下这个六号 然后呢 就开始去顺乐 那没有再去控这个真机理点 刁团这个时候 这个动作告诉我们六号 有可能是蜀国 好 果断过牌 智基比打不屑 为了空城 丧心病狂 陶陶 贴乐 压暗将 压掉暗将 直到把这个暗将 蜀国亮出来 亮出来之后呢 蜀国就更有嘲讽了 刁团都喜欢给我打不屑了 青钢剑 压柱个亮 柱亮的血线一定要压下来 因为压干夫人不太好压 好 神仙难救 好 两个蜀国都在剑 剩下了三人残局 刁团 周瑜 以及 这个真机 跟上局有点像 又是进入了这个真机 和周瑜的故事 周瑜好像对这个玩沙蝉 有点忌惮 疯狂的在压他的状态 这一点我是很喜欢的 好 雌雄剑过一张牌 然后我们虽然在打他 但是我们在给周瑜过牌 这就没关系 那雕蝉一看情况 哎呀可以贴乐了 开心的不得了 那这样 干净这一轮也就没有爆发 那我呢就应该顺势行动 去把这个周瑜打死 进入单挑 好 因为雕蝉的一个过牌量 是稳定的碧月一 真机的一个落神是期望也是一 就可以说落神抵过碧月 然后寻寻的过牌 那就能够产生排插了 产生排插 那就可以产生优势 即便说贾曲是一个魔法免疫的武将 在手牌的排插上面 也是抵抗不了的 因为贾曲虽然说免疫紧囊 免疫黑色紧囊 但是他并不免疫杀 这里我也是比较赌 留了三张红牌 简易马逃 过牌 过牌就是王道 留下寒冰剑 这样的话可以去压打贾曲的装备 那和贾曲打还是要打一阵子的 毕竟不像真机打其他人那么容易 因为他对锦囊有免疫嘛 无懈可击 好简易马一定要留下来 因为是可以 一会可以有机会 如果我们运气好 摸到红顺手的话 这个简易马是比较好的 为什么不选择跟周瑜单挑 因为周瑜当时状态已经很差了 我不想跟一个状态好的周瑜单挑 因为周瑜的一个反剑 是可以破防真机的 是可以破防真机的 真机是比较怕破防的 貂蝉我们只要有足够的牌 就不容易被破防 只要不被破防的话 通过过牌量 因为我们的过牌量 理论上已经计算过了 是远大于貂蝉的 好这个闪电呢有点虚对吧 但是没关系 我们作为天选之人 还怕一个闪电吗 有连弩 什么时候想弄死你 就可以弄死你 好闪掉 留三个桃 过牌啊 果断给过 过完牌他也是弃牌 吃好 再杀 起牌 一张闪 我们有万剑 再来几张杀 看看能不能有机会弄死他 这落神的杀都一直比较少 这一点不太开心 对吧 杀有点少 再杀 一口桃 再杀 又一口桃 好厉害 那这里留两桃一张无蟹 一张无蟹就足够了 打不蟹 继续有桃 红杀 挂八卦 拆我加一马 一会他想顺手 他想冰凉 红顺手被我拿到了 开心 顺着他盾 继续搞 再来一刀 再来一刀 没打死 那又有三颗桃子 这个时候我们手里三颗桃 就果断给他过牌 就即便中了闪电 我们也可以回血 中了闪电 我们也可以回到满状态 就基本上是 赤桃 这个寒冰剑不装 掉血就给他过牌 就行了 好这里赤桃装白银 赌一波 没赌上了就算了 把南蛮一丢 这样白银狮子 是可以抗闪电的 好这里呢 依然是留下这个白银狮子 因为白银狮子是可以抗电 一旦中电之后 我们把白银狮子扔出去 就可以回血 假许雕蝉这样一个状态恢复还是很快 那由于这里手牌没有黑牌了 所以我果断选择 把这个白银狮子顶掉了 相信自己不会中电了 这里必须去过牌了 没办法 因为假许状态起来了 所以我只能打无限 留下一杀一闪 只求不要电我 游戏已经进行了30轮 仍未分胜负 红顺手 一直没有打 因为这里感觉他有一张无限可击 所以不太敢去用这张红顺手 想把他的无限可击打出来再去 然后呢 后来证明是独条独错了 无限可击之前用出去了 那其实如果更早的去 红顺手这个八卦阵可能来说更好一点 但是这里来了一张最关键的卡牌 灌石斧 九杀 桃园九杀 好 这里中了电 终于贾许等来了我中电的一瞬间 但是我有一颗桃子 然后一张杀 再见 我大斧子威武 贾许等了一年的时间 终于等来真机重电 但是也迎来了他的死期 真机重电之日 即是你见阎望之时 对吧 虽然说把我垫了 但是我们一直有逃 所以把自己救起来 然后就一斧子把它灌走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 理点小合集的下半部分的四个视频 两则单挑的两则是独描 两则呢只有自己 只有一个人是队友 而自己呢都是活到最后 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了单挑局 然后成功获胜 希望大家喜欢 我是最蓝 我们下期国战视频再见